大家好,我是柯林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最近OpenAI的风控是越来越严格了 很多中国大陆地区 以及其他无法使用ChadGBT服务的朋友们 可能在使用ChadGBT的时候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说无法访问ChadGBT 或者网络问题 甚至账号被封禁 包括想开通ChadGBT Plus 充值失败等等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会让很多人 感觉到非常的沮丧和无赖 因为ChadGBT它是一个非常有趣和有用的一个网站 它可以让我们和ChadGBT进行对话 以获得我们想知道的内容 创造内容甚至学习知识 那么自从我使用ChadGBT至今 我就遇到了很多问题 我就在想有没有办法 可以让我们顺利的使用ChadGBT 而不会有封号或者无法访问的危险呢 那么答案是有的 有这么一个网站 它可以让我们享受到ChadGBT的所有功能 包括其他的语音模型 这个网站就是PoE PoE是一个专门为语音模型爱好者和开发者提供的一个平台 它包含了市面上几种最为强大的语音模型 并且能够快速的切换 不需要更换账号 而且也不会有通号的危险 对于咱们中国大陆地区的朋友们来说 访问PoE这个网站 比访问ChadGBT来说是容易多了 当然之前我说了 有很多朋友充值ChadGBT4失败 在PoE上也开通了订阅服务 开通订阅之后 你也可以使用ChadGBT4 包括其他AR模型的高级版本等等 而且它的这个充值服务的话 它比起ChadGBT的充值方式来说是方便的 而且也不会有充值拒绝 甚至因为充值分号的这个担忧 它的分控机制也比ChadGBT要轻松 所以等于是我们可以借助PoE这个平台 来顺利的访问和使用ChadGBT 以及ChadGBT Plus的功能 目前它也有适配iOS和安卓的APP 方便大家在手机上面使用 PoE是由Quora开发和发布的 它是号称美国版本的知乎 它是一个让你和不同语言模型 进行对话创造内容 或者提出问题的网站 Quora是一个问答网站 它的CEO是亚丹德安杰诺 他也是OpenAI董事会的成员 PoE于2022年12月21号在iOS平台发布 后来它又推出了桌面浏览器版本 随后也推出了安卓版本 那么话不多说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PoE 你介绍一下它吧 要使用PoE非常简单 只要我们在网络中搜索PoE AI就可以找到了 如果你只是搜索PoE的话 你可能不会找到PoE的内容 以下一创英文是它的介绍 也就是说它可以提供一些AI的对话 包括XDGBT4、XDGBT3.5、涡轮版本 包括Cloud等等版本 我们打开这个网站 我们可以选择用邮件 或者直接用谷歌账号登录 包括我们可以使用手机号码 以及苹果等等登录方式 这个网站我之前已经使用过很长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们这边直接使用谷歌账号登录 在登录成功进入网站之后 任务眼帘的可以看得到 左侧它提供了6种问答窗口 4种语言模型 欢迎PoE这个网站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想法 我的建议是 如果您跟我一样是一个免费用户的话 您可以使用左边这些免费的语言聊天窗口 然后每一个都提问 最后得到一个综合来说最好的回答 或者是您也可以付费进行订阅 然后开启高级功能 使用这些付费功能 比如说ChatGPT4 Cloud加等等 这样子的话您得到的回答肯定是更加好的 那么我就挨个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左边的这些聊天窗口 首先第一个是Sage 什么是Sage呢 Sage是由OpenAI开发的一种大型语言模型 它基于GPT3.5结构 它具备自然语言处理和生成的能力 它可以生成文章 回答问题完成翻译等任务Sage是目前最先进的语言模型之一 它的训练数据包含互联网上的大量文本文章书籍等 具备了极高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 Sage可以应用于多种领域 包括智能客服 自然语言生成 自动摘要 机器翻译 信息检索等 它的出现时的人们可以更方便的处理和理解自然语言 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那么我也问了他 Sage和GPT3.5有什么区别 Sage和GPT3.5都是基于GPT3.5构架的语言模型 但他们的应用场景和训练数据有所不同 Sage是一种通用的语言模型 它的训练数据覆盖了互联网上的文本 文章数据等具有非常高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 因此Sage可以应用于多种领域 如智能客服 自然语言生成 自动摘要 机器翻译 信息检索等 GPT3.5是一种专门用于对话场景的语言模型 它的训练数据主要来自于对话文本 包括社交媒体 聊天记录 问答网站等 GPT3.5具有很强的对话生成能力 可以模拟人类的对话行为 因此可以应用于智能客服 聊天机器人等领域 总之Sage和GPT3.5 都是基于GPT3.5构架的语言模型 但它们的应用场景和训练数据有所不同 因此适用于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这边我们还可以使用CADGBT4 但是因为我们是免会用户 所以我们上面显示 由于容量有限 我们不得不限制此机器人上的消息发送 每天是一条免费信息 如果订阅的话 它可以发送更多的消息 然后这上面还有普通的 CADGBT3.5版本和Cloud 那么我也问了一下 Cloud和CADGBT3.5的区别 Cloud是由Commonison开发的AI语言模型 CADGBT3.5是由Apple AI开发的能力 两者的能力和智能水平存在差异 据说CADGBT3.5的整体水平略高于Cloud 安全性Cloud声称其更加安全 对用户输入和响应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数据量OpenAI拥有更多的数据来训练CADGBT 业务模式 Cloud以付费订阅的方式提供服务 CADGBT提供免费但需要登录的服务 利用领域 两者都可以用于文本生成 对话问答等领域 发展方向 CADGBT水平不断提升 Cloud则重点改进安全性和定制化特征 争议 CADGBT曾引发预测AI安全风险和不大内容争议 Cloud明确强调安全为首要目标 言下之一就是说两者的侧重点是不同的 用户的话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来进行选择 这个还有一个Cloud加的版本 它是Cloud的升级版本 能力方面和CADGBT4差不多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CADGBT4的一个竞争对手 它每天的话是三条消息的这个限制 然后呢还有一个Cloud100K的版本 这个是目前Antonica最快的模型 增加了1000K令牌 约75000字的上下文窗口 支持分析超长文档代码等 由于这是一个实验性的抢线体验版本 POE的订阅者目前限制为每月100条消息 这个只能说是POE订阅者才能使用的 这边还有一个功能叫探索机器人 里面呢有很多作者通过一些对话设定 自己生成了一些对话性格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物 这里有个乾隆GBT 我们发一个你好 这个还是很有趣的 就好像自己真的在跟历史上著名的 帝王乾隆对话一样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根据我们自己的爱好和兴趣 创建一个有趣的机器人 我们订阅的话呢 然后它有一个计划 每个月是690新台币 然后相当于人民币160块钱 它上面有什么限制 保证订阅者以正常速度每月至少收到600条 CADGBT4和1000条Cloud加的消息 达到限制后 当POE超出容量时 消息传递速度 质量或机器人可用性可能会降低 每月600条 也就是说每天20条 每天20条 也就是每小时大约是一条 其实还是可以的 因为你毕竟你可以用得到两种功能 对吧 这个Cloud加和CADGBT4 然后它这里的话呢 还有苹果应用程序和安卓应用程序 我一般的话是用这个里面的 CADGBT3.5的这个功能 而且它这个里面 它有这个内容记录 一样的有这个内容记录的这个功能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 把里面的内容全部都删掉 也是可以的 而且它这里面 还有其他的机器人这个定制服务 还是比较有趣的 这个其他的功能的话呢 你们可以自己就是说探索 自己玩一下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希望帮助大家 让大家正常的使用AI语言聊天功能 一般来说呢 我是建议大家 如果有一个需要写的文章 或者是一个问题 我建议大家可以用得到 这里面的六种模型 然后同时都提问 然后针对这里面的结果呢 然后选出一个最佳的答案 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更高效的进行创作 更高效的使用 那么有任何疑问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有任何疑问和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 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一个赞 没有关注的朋友 希望点个关注 关注之后 记得开启小铃铛 我是柯林 谢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一期的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